大家好,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三,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欢迎会员去观看今天的会员视频 美联储的贺皮书显示消费支出强劲,劳动力市场降温 美联储在贺皮书调查中表示 近几周,强劲的消费者支出助力美国经济 抵消了制造业等其他行业疲软带来的不利影响 多数地区消费者达到预期,纽约等3D超预期 在节日期间实现了一些季节性缓和 周三发布的报告称 多数地区联储辖区表示 期内经济活动变动不大或持平 但企业对未来更趋乐观 总体而言,多数地区表示 区内企业对未来增长的预期积极 有改善或两者兼有,报告称 这份贺皮书由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编制 基于1月8日及之前收集的信息 包含12个地区联储银行辖区内 有关企业状况的议事和评论 央行官员越来越依赖这类信息 来评估经济和通胀的走势 虽然政府统计经济数据是标杆 但这些数据通常是回顾性的 而且可能会修正 总体而言,企业提到当期通胀压力缓解 其中包括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提升 迫使零售商压缩利润率 进而反对供应商提价 多数地区的企业提及 购进价格持稳或下降的例子 劳动力市场降温 几乎所有辖区都提到了一项 或多项显示劳动力市场降温的迹象 但超过一半的辖区 整体就业水平净变动很小或没有变动 许多辖区的企业预计未来一年 工资增幅将进一步下降 贺皮书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每次会议召开前两周发布 预计委员会1月30到31号开会时 将连续第四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鉴于通胀下降速度快于预期 他们还有可能会讨论何时开始降息 亚特联大联储最新估计显示 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步伐稳健 增长折年率料在2.4% 虽然相比第三季度4.9%的 惊人增幅放缓 但强韧的消费者继续推动经济向前 生成是人工智能主导了今年的达沃斯论坛 科技巨头聚焦于提高其准确性 生成人工智能的崛起 主导了世界经济论坛的私人和公开讨论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盖尔辛格 在接受采访时说 虽然2023年突出了该技术的能力 但2024年将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以便医院和制造业等高风险行业的高管 能够放心地使用人工智能 现在已经到了今天人工智能效用的终点 他说我相信人工智能的下一阶段 将是在基础模型中建立正式的准确性 盖尔辛格说 无论是依靠通用人工智能 ADI进行诊断的医生 或是使用人工智能检查装配线故障的仓库 还是自动驾驶 人类都需要更适用于该技术的准确性 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某些问题 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他说基本的预测检测视觉语言 这些都是现在已经解决的问题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没有解决 如何证明大语言模型实际上是正确的 今天有很多错误 所以你仍然需要你知道 本质上我在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但最终我需要这个知识工作者 说它是正确的 Salesforce AI的首席执行官 Clara 这个Shir 提高准确性的最佳方法是通过实验和共同引导测试来推动应用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随着用户对该技术在高风险场景中的可信度感到满意 人工智能可以调整到不同标准偏差质信度水平 他说AJI的应用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积极使用技术辅助工作 第二阶段是有意识地观察自动运行模式下的技术 以确保准确性 他说最后一个阶段是放手 相信技术会按照自己选择的自信水平运行 他解释说 你可以告诉人工智能在更大的赌注面前要保守 直到人类辅助驾驶基本上升级为自动驾驶 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 周二在小组讨论中表示 这种三阶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人类对技术可靠性的认可 它应该会让人工智能变得不像某些人猜测的那么可怕 他表示 这远不只是一个工具 它会变得更好 但它还没有取代工作 这是提高生产力的不可思议的工具 这是一个工具 可以放大人类所做的事情 让人们更好地做他们的工作 让人工智能完成部分工作 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阿迪娜F 在接受采访时说 过去一年是发现的一年 包括纳斯达克在内的金融业 使用人工智能更新旧代码 使老化的系统现代化 改善自动化的工作流程 这可以每天为员工节省时间 他说 它是在一年多前出现的 我们做了一些实验 我们开始了解它的潜力 今年将是我们和每个人激活工作的一年 波音又出严重事故 当地时间周三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因他的波音飞机出现重大故障 而被困达沃斯 无法按计划飞回美国 波林肯周一前往瑞士达沃斯 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 并计划于周三飞回华盛顿 当天 在登上改装后的波音73机飞机后 波林肯和他的团队 被告知该飞机被认为无法安全飞行 先前检测到的氧气泄露问题 无法修理 一行人被迫下了飞机 据悉一架较小的喷气式飞机 正从布鲁塞尔飞往瑞士苏黎市 接回这位美国最高级外交官 不过他的代表团 其他成员 不得不去乘坐商业航班 前往华盛顿 这是对波音公司曾经辉煌 如今以严重受损的声誉的最新打击 甚至在一系列丑闻之后 人们对此都有些麻木了 不过布林肯 原定乘坐的那架波音飞机 是一架经过改装的737旧型号 过军方使用 并非最近有重大问题的737 MAX 9 一月五日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737 MAX 9型客机 在起飞后不久 在1.6万英尺的高空 一个舱门发生爆裂 在飞机侧面留下了一个大洞 随即不得不紧急返航 虽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但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 戴夫·卡尔霍恩承认 波音公司的错误导致了这起事故 接连不断的事故也加剧了人们 对波音存在质量控制问题的担忧 波音MAX已成为商业航空史上 名声最差的喷气式飞机机型之一 在发生两起致命坠机事故后 大部分该机型飞机在2019年之后停飞了近两年 自禁飞令解除以来 一系列制造问题促使波音推迟增产计划 就在去年12月 该公司警告称 方向舵系统可能存在螺栓松动的问题 去年夏天由于机身上的钻孔错误 生产一度暂停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周三表示 已完成对首批40架 波音737 MAX9型客机的检查 全部检查完成后 该机构将彻底审查数据 已决定该型号飞机是否可以恢复飞行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下跌0.63% 我们看到今天盘中空头下攻的力度还是相当大 但是尾盘还是又收了起来 那么对吧 上午跌的比较深 下午这来阵区又弹了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空头反攻力度还是不够强劲 还是不够强劲 因此我们假设当前的下跌 暂时假设当前的下跌 在止跌是一个上涨过程中的一个洗盘 这个上涨中的洗盘指的是 一大波上涨过程中的一个洗盘行情 但是今天仍旧是空头 所以今天是空头胜出 那么后续还是要看进一步的一个表现 因为今天的空头K线并不 收盘看来并不强 所以看看明天多头会不会反攻 整体而言 暂时多头还是安全的 从大盘的角度来看 那么盘前我们也读了一条新闻 这个大多头又来畅都 他也给出了一些理由 有人说他怎么不深跌呢 不是的 有些个股跌的还是比较深的 只不过有些龙头股在撑着 我们看一下罗素 罗素今天下跌0.78% 那么仍旧处在当前下跌的小波段中 多头反攻了吗 我们以阳线为标准 凡是阴线都不算是反攻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继续观察 多头K线的一个什么时候出现 好小盘股 道指呢 今天也是微微的下跌 欲跌不跌的样子 其实理论上 对于震荡行情应该减持 那么 但是空头今天还是不够讲 但这么慢慢阴跌 其实也挺讨厌的 其实慢慢阴跌呢 也是洗盘 是吧 也是回撤行情 如果压来再跌的话 就应该先减持 是吧 进一步减持 同时呢 划好我们的下跌小趋势线 等待右侧重新进场的机会 有时候市场 它是一个慢刀子 对吧 慢割韭菜 就让这个不愿意离场的多头 感受不到痛苦 微微小痛 小意思 所以就继续吃汤 是吧 但有时候突然跟你来一下 就后悔 不像在慢刀子那的时候 就减持了 对吧 究竟会怎样 咱也不知道 这个市场是变幻莫测 这是大盘的 大盘都这么 不可思议 好 我们看一下标普 标普今天的走势 也是收出了音线 也有点慢刀割肉的感觉 多头呢 如果你捡过池的话 也不要急于加仓 画好下跌小趋势线 等待一些前代的右侧 指跌架构再聚紧 万一它深跌了 是吧 等你而言呢 洗个盘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 技术上的需要 因为多头现在不强啊 因为这几天多头都没有往上弄啊 而是往下砸了 好 这个是大盘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看一下PayPal PayPal近期的走势呢 有点洗盘的一个迹象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上场军事像就这么一画啊 你会发现这一浪上去之后啊 当前正在洗盘 但你看到这个洗盘 这个多头反攻的力度还是很强啊 所以啊 它会不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头肩底呢 我们不妨呢 可以画一个 这根黑线啊 因为它对这根长长的下跌趋势线 已经形成了一种突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 呃 K线哈 对吧 只不过啊 近期又回落了 这样的话 我们看这会不会形成一个潜在的 头肩底 那么当前的一个运动是不是一个二浪啊 或者是一个洗盘浪 对吧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 好 你看空头 它没有实实在在的使劲往线砸啊 它只砸一根 一两根 它就立刻返回去 让人不禁怀疑会不会形成一个潜在的 右肩啊 头肩底 左肩 右肩 对吧 好 可以再看一下 多头没有进场的话 也不要特别着急哈 那如果它真的是一个潜在右浪 我们可以把这个调到这 呃 这个这个右肩的话调到这 然后呢 看一看能不能去景线这个位置 涂一涂 对吧 那多头如果想进场的话 啊 那么止损点的空间呢 应该按照这根上的 确实线去设定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波音 波音公司跌的是很快哈 那么又出了一个新的啊 机械事故啊 呃 那么 但是啊 多头今天有点啊 小小阳线啊 手涨1.2% 接下来我们要看啊 这里进一步止跌的可能性啊 对吧 嗯 它这波跌的太快了啊 哎 好吧 继续看啊 继续看这个止跌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今天的走势 我们说多头的反攻呢 必须得去啊 必须得强势啊 那么之前这波横盘呢 多空双方彼此基本均衡啊 但今天呢 有点向上图的意思 对吧 嗯 所以整体龙头股并不是太悲观 我们昨天对部分图啊 画了这样的一个 可以见 那对这个图今天也可以画一下 因为市场呢 在这个展幅横盘中 选择了向上突破 你看这个横盘 我们画一个啊 这是一个窄幅横盘震荡啊 它有点像上突的意味 所以多头呢 应该恢复看多 它没有选择向下走C浪啊 暂时是这样啊 所以多头的趋势线 可以这么一条 做多的话 一旦见识不妙的话 再去减持 嗯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这样的潜点 所以呢 市场 还是有可能下上涨啊 还是有可能下上涨啊 还是有可能下上涨 我们看一下AMD 啊 AMD也是如此啊 那么今天AMD呢 在左侧历史高点附近啊 洗了一下盘 下落猛烈的弹起 表明多头力度还是非常强 那么这样的话 只能继续看涨 是吧 又弹了起来 收出阳线啊 今天啊 今天不是阴线 不能猜顶 这样的话 应该继续往上看 看明天能不能突破历史新高画 创创出新的历史新高点 估计快了啊 我们之前的长线的趋势线呢 可以调到这儿啊 变得平缓了 我们把这个新的上涨趋势线 画好就可以了 对吧 一边一边的调 为了方便我们观察是吧 好 删一删啊 这个线呢 有可能继续涨啊 继续涨 因为我们不猜顶 猜顶就是看空的意思 是吧 不猜顶的话 就继续看涨了 好 我们看一下Meta Meta今天的走势和AMD类似啊 只不过啊 今天属于 小幅的跳空低开 昨天的收盘价在这里 今天收盘价小幅跳空低开 最后又微了起来 那么今天是一个回撤 直跌的一种感觉 收涨0.25% 这样的话 他也有可能和AMD差不多啊 也要去尝试突破左侧历史高点 对吧 应该有这个意图啊 多头应该有这个创新高的意图 看一看突破的一个情况 是吧 向上突破 好 这是Meta 好 我们看一下奈飞 奈飞的图呢 回撤的速度还挺快啊 他回撤的速度挺快 大家要提防进一步下落的可能性 我们把这个趋势线的稍微调一下 上一下啊 我们把趋势线画出 画到这里 他实际上是一个收敛的形态啊 但我们 我们还有一个规律 我们不相信通道线啊 但目前看来通道线还是有效的 对吧 构成一定的阻力 但我们最终是不相信通道线 我们只信趋势线 这样的话删掉 那这个位置呢 如果明天是大阳线的话 有望再走一波上涨高潮啊 走到中间这个横线 大概是570以代 现在是480 还差90块钱啊 对吧 或者到600以代都是有可能啊 那么最高是到700 所以这个图大家要观察明天的止跌情况 但如果漏下来的话 就有可能陷入到一种无需震荡行情 或者是深度洗盘行情 一旦啊 明天是一根大阳线啊 将走出啊 一波新的大的上涨 波段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哈 我我个人有点倾向于刚才我那种思考啊 画一个局部的多头小区线 等待大阳线 那将会走出一波新的大波段啊 这是奈飞 我们看一下苹果今天的表现 苹果今天下跌0.5% 说今天绿色的怎么又跌了呢 因为今天的收盘价在这儿 比昨天收盘价要跌了一堵堵哈 所以是收跌0.5% 是阳线吗 不是 是阴线啊 阴线是多头反光吗 不是 不是啊 我们有我们为了统一我们的标准 我们是按照这个收盘这个百分比来算的啊 正数 负数来看的 不是看纯这个颜色啊 颜色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 那今天是多头反光直跌吗 那今天是多头反光直跌吗 不是 不是啊 我们以纯真正的阳线为准啊 所以多头应该继续观察多头直跌的一个情况 不能直跌还有可能继续下跌 因为MCD这个图指标还是一个死差啊 没有形成粘合 相反有点开口往下的感觉 仔细看有点又要小开口啊 因为今天是阴线吧 所以他又小开口 在这里必须得给出大阳线 才会提升多头的信心 你看之前也有这种复杂的洗盘 即便不是这大熊市 历史上也有一些这种深度洗盘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小鹰 鹰伟达今天的走势和AMD类似啊 跌下来谈起来 是强劲大阴线吗 不是 柱顶架构有吗 没有 猜不猜顶 不猜 继续涨吗 假设继续上涨 嗯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是阳线吗 不是 下跌1.98% 下跌又是下跌 只跌了吗 没有 昨天啊 是微涨一点点是吧 你别看是绿色 昨天的是玩家在这 前天是玩家在这 就涨了这么一丢丢啊 就涨了这个红色实体部分 这么一丢丢 对吧 这个绿色的 因为它是跳空低开 不论下缺口而已 那今天呢 今天更是跳空低开 怎么的 也差不多吧 反正啊 今天就大概是在这开的盘 昨天呢 是收盘价在这啊 对吧 相对于收盘价来说是跳空低开 是吧 然后啊 微涨了一丢丢而已 盘中呢 还往下砸了一下 然后又弹了起来 全天收低啊 因为今天的收盘价在这 昨天的收盘价在这 这不就是空头吗 那它算强劲止跌吗 不算 它是下跌 怎么叫止跌呢 也就是说又收盘价又创新低了 是的呀 昨天收盘价在这儿吗 今天收盘价低了吗 那它是阴线的 阴线踩底吗 不踩底 那就 那 也就是那就拍大腿了 就没有 反正高位没减价 这就倒倒霉了 是吧 不听 是吧 吃亏 那么这边下跌的右侧点位 给出了吗 没有 多头都没有 那怎么止跌呢 必须对强劲阳线两根往上弄 然后回落再止跌一下 才叫止跌 有没有可能继续跌呢 我们说它可以直勾勾的运动 它还可以继续直勾勾的运动 直勾勾的运动 直勾勾的运动 历史上这些震荡行情 也是直勾勾的 有人说一定会是重复 历史上震荡行情吗 那可不一定 此一时是彼一时 过去人们都在酝酿阶段 也没怎么做空它 后续 是吧 成长性和这个量化宽松的环境 共同驱动了它上涨 当前的 是量化紧缩和对它的未来展望 中性偏小悲观 那这样的话 它有没有可能直勾勾下行 这就不得而知了 就看多头有多大的信心了 是吧 有时候没事 一定会涨 那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中性预期是震荡 悲观预期就下跌了 极为乐观的情况 好像目前没有显现出来 大家自己再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一切都没有定论 一切都没有定论 国际特斯拉公司内部也在变革 那么对于半导体行业整体 今天是阴线 说怎么的 今天下雨线这么长 还是阴线 因为今天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收盘价要低 所以我们说画好一个上涨趋势线 如果再跌破 就应该减持 避免说它给出一个ABC下来 是吧 但有时候龙头股 龙头行业有可能微上去 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 不过目前盈利性不佳 所以多头也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是个横盘震荡 是吧 好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多 欢迎大家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 好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稍后发布会员读书的视频 再见